大家好 爱持有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麦菲新推出的年度复仇大剧《黑暗荣耀》 大家都追了没 一股级旧闻八级的小猫君 现在就是一个哭当第二季的大状态 这部剧由宋慧乔 李道谢 林志炎 莲慧兰主演 讲述了少年时遭受校园暴力的女主文东恩 如何折服十年一步步彻底报复施暴者的故事 说起来 校园在剧中策划的复仇计划有多大快人心 作为霸凌者的朴妍珍和她跟班们的所作所为 就有多令人咬牙切齿 特别是作为女二号的林志炎 美美眼神轻蔑 笑里藏刀 邪恶疯癫的模样 更上观众气得牙痒痒 在剧中与宋慧乔有不少激烈的对手戏 两人的上巴掌桥段更是来真的 看到观众们就特别想低刀子 剧中的林志炎除了坏的让人咬牙切齿 但你又不得不服其精致的容颜 坏中带翘的气质又让人欲罢不能 说她是人间小妖精恐怕一点都不过分吧 她堪称是宋慧乔第一苦主 母亲的骄纵 朋友的怂恿 以及自身的残忍 让她为自己未来的人生卖下了一颗大雷 在长大成年后 林志炎可谓实现了人生圆满 拥有成功的事业 完美的老公 可爱的女儿 女人想拥有的一切她都拥有了 然而当下拥有的越多 就意味着她未来失去的会更多 说白了 不说意外 她会是结局最惨的那一个 林志炎用精湛的演技 将朴燕珍这个角色刻画得让人印象深刻 其实林志炎可以说是近年 韩剧最热门的配角演员之一了 除了黑暗荣耀 在纸超乌 韩版 玫瑰公寓 也都有她的身影 事实上林志炎早上2014年 就以十九镜电影《人间中毒》出道 更以脱成名被誉为韩版汤尾 今天小毛君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位演员 《黑暗荣耀》中的林志炎 颜值非常高 她的身上有着女人的精致 有着邪美 精致的五官让人看上一眼 不禁都会屏住呼吸 尤其与老公正成日彼此间的聊拨 更看的人是恋红心跳 然而对于林志炎来说 这一次的演出尺度 只不过是小case啦 在表演胆量这方面 她可丝毫不逊色自己的那些前辈们 刚刚出道 她就承接了职业生涯挑战最大的一部作品 《人间中毒》 片中的林志炎 沉静而秀美 清冷而高贵 清新脱俗 不染一丝尘埃 像多出处可怜的白莲花 难怪把宋承仙命的命都不要了 但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还是得是她与宋承仙的尺度 丝毫不逊色色界中的汤威和梁朝威 与宋承仙搭档上一段战争之下 超越伦理道德的爱情故事 俩人在剧中有不少色情满满 大胆露骨的床戏和车站桥段 画面仅唯美 又让人看得脸红心跳 林志炎的好身材更是涨漏无遗 让她一脱成名 甚至被大家封为韩版汤威 而这却是她的首部作品 可见在表演这条路上 林志炎从一开始就豁出去了 林志炎也凭借电影的角色 风光入围 南韩三大电影奖项 青龙奖 百享艺术大赏 大中奖的女子新人赏 最后拿下了大中奖的荣誉 开启以后的演员之路 林志炎也彻底在韩国电影圈 站稳了脚跟 然而尺度并非只是 她想要成名的权益之计 她认为只要剧情需要 角色需要 自己随时可以为艺术现身 很快她表演生涯中 另一部大胆作品就来了 那就是堪称 韩国电影史上 最为大胆的作品之一 奸臣 该片展现了朝鲜历史上 最为欢迎无度的君主 燕山君的故事 极尽情欲展现 而林志炎在其中 饰演看似单纯美貌的 美女丹西 片中角色不止能歌善舞 还有回到舞剑的桥段 更惊人的是 她和男主角朱志勋 除了有大胆相艳的 全裸床戏之外 还突破尺度 挑战震惊影坛的 女女床戏 如此豁出去的大胆演出 放演南韩演艺圈 同性女演员 简直是无人能出其右 众所周知的原因 韩国的演艺圈生态 有着特殊性 一些规规矩矩的女演员 却都难逃 被压榨的潜规则 林志炎如此 难道就不怕吗 现实却恰恰相反 影迷们对她 寄予了极大的包容 并没有因为 她出演这些角色 而给她贴上标签 她在演艺圈之路 也是顺风顺水 戏分析原因 在这些作品中 一些暴露戏份 只是刻画角色的工具 而并非是噱头 而林志炎 也展现了 极其专业的一面 更是用演技 掩盖了这些戏份 带给人低俗的遐想 从这方面来说 她很了不起 而在电视剧方面 林志炎曾在 Welcome to Life 玫瑰公寓等剧 表现不俗 但近期 她在《纸房子韩国片》 第二部 接全新角色 首尔 这个独家原创角色 是原版曾未出现过的 剧情之中 可见一斑 林志炎一改过去 性感形象 以高马尾和短刘海 诠释出截然不同的 酷美形态 首尔以锐利眼神 和脚尖身手 火爆登场 又美又傻的样貌 真的巅峰了 观众记忆 深处里的林志炎 这次 在《海岸荣耀》中 却是反派的角色 她饰演主导者 反派女艺 朴延珍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她在里头是个 有钱却坏性的富二代 高中时期 对宋慧桥 言语肢体伤害后 长大遇见 一样起眼嚣张 任谁看了 都会觉得超想翻白眼 这次 她依然是全剧 表现最好的演员之一 甚至风头 大有超过宋慧桥之事 这得益于 她多年的积累 相比以往角色 这次对她而言 可谓是驾轻救赎 可以说 林志炎从出道以来 每一个角色 都诠释得很到位 但是 她的证明度 却一直不高 人生经历也很惨 林志炎出生于首尔 但家庭背景并不富裕 小时候甚至因为 经济拮据 交不起学费 必须向亲朋好友 借钱才能读书 长大后 林志炎凭借着 对梦想的坚持和信念 努力考取韩国艺术大学的表演学系 起初 她的演艺之路并不顺利 刚开始没有任何一家经纪公司 相中她 所有的试镜履历 也都石沉大海 正巧 当年韩国导演金大佑 发布了电影 人间中毒的试镜通告 林志炎看着家里 堆积如山的账单 决定豁出去 报名参加试镜 这部电影 也成了林志炎爆红的代表作 2015年时 林志炎和朴炯植 合作电视剧《上流社会》 一度传出两人因习生情 擦出爱火 还传出两人在拍摄文系时 难舍难分 林志炎更曾在节目中提到 在与我合作过众多的男性中 我觉得朴炯植最棒 不过这段绯闻从未被证实 后来也不了了之 2008年 林志炎被爆出 和W财团理事长李旭恋爱 而林志炎的演艺事业 也在当时逐渐停摆 正当外界以为 她即将加入豪门 引退演艺圈时 这段维持半年的恋情 宣告分手 林志炎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演员 当年在拍摄《尖城》时 剧中雨幕是在水上表演舞剑 据说 当时气温接近零度 林志炎只穿了一件薄纱 眼角还凝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但她没有任何怨言 任着寒风刺骨 在水上拍了好几个小时 这次在黑暗荣耀 是演恶女朴炎珍 是她从英以来 首次挑战反派角色 其中一幕 要甩宋慧桥巴掌的戏码 让她相当苦恼 但一位导演说 就真的用力的打一次 于是林志炎只好豁出去 一巴掌打下去 让宋慧桥一度错愕地忘词 宋慧桥跟在发布会上透露 当导演喊咖后 我发现我跟志炎的脸都红了 脸上都有对方的手印 证明大家都真的非常用力 要在脸上敷冰 才可以继续拍摄 私下 林志炎是非常热爱生活的女孩子 林志炎私下的兴趣十分广泛 她曾说自己喜欢看魔术表演 平时也喜欢听演唱会 还曾公开表示 自己是韩国最长寿男团 神话的重视粉丝 除此之外 林志炎也曾提到自己的休息时间 多半都在运动 并表示自己喜欢会流汗的运动 所以经常相约 圈内好友一起去跑步 登山攀岩等 平时自己一个人 也会外衣到两小时 做皮拉提斯 拳击等运动来锻炼身体 摆脱恶女身份 下期后的林志炎 不仅是一个非常敬业 努力的演员 同时也是很可爱 认真生活的女生 看完她在和荣耀的表演 你是不是也被她圈粉了呢